第一位请陈丽娜议员咨询时间45分钟 谢谢主席 我想在这边我要先提的就是有关于大林浦前村的事情 那从市长施政报告的时候提过一次到现在又提一次 那其实对于这个议题我们是相当相当的重视 在林权院长来了之后 其实地方上面当然也很期待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真正的有进度 那我们也很担心就说这个院长来了之后 其实市长也了解我已经谈了非常多年了 那在这个案子每一年在谈的时候都希望有进度 所以我在谈的时候其实是有步骤的在谈 比如说上个会期如果市长还有印象 我谈的就是什么时候要开始做青春计划书 什么时候要开始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办公室 青春办公室还有青春的基准日什么时候要定下来 这些当时是我们所希望能够启动 就是市府来启动计划的这个源头的部分 但是事实上从去年问完了之后依然是没有结论 那我相信市长也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开始 那所以也邀请了林权院长来到地方 那这也是我们非常觉得就说 中央终于有官员能够来地方看 毕竟它的青春背景跟红毛港不一样 所以那个要启动千春的这个部分看起来是相当的困难 譬如说红毛港当时是因为它是第六会柜码头的所需用地 所以其实早在当时千春的时候是94年96年的时候的事情 那个时候在早先的36年前就已经把计划给做好了 那时候就知道它要成为第六会柜码头 那所以那个整个背景的不一样之下 连个虚地机关的讨论都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就说原来我们要讲的却是从那一个 有没有千春意愿开始 所以让民众也是会觉得非常的疑惑 就是说光是千春意愿这件事情说真的 我们谈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从我这边就有几个问题 我们也一一的请市长就说一起来探讨 譬如说千春意愿的部分我们当时就一直在谈 那现在如果是这样子千春可能要选定的方式 就说千春意愿确认的选定方式可能是用民调 然后市长也有讲说用普查嘛 普查到底是什么 是一户一户挨家的去做民调的意思吗 还是说我们当场有人说要公投 公投会不会也是其他的一个方式 所以如果是用公投的方式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做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光是就是说要检查意愿的这件事 事实上也有很多的选择方式 那我们都知道电话民调其实已经经过两次了 从70几%到80几%的这些民调的数据 其实政府也不认为说这样的数据代表全部 市长也讲了应该要尊重少数人 这些不千春人的意愿 好那这样子的话到底要有多少的比例 才算是有达到千春的强度 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88%了 那是不是应该要到达90%还是说要到100%才算 到底哪一个数字才算 我请市长待会要回应一下 那所以呢那天林权院长当然来了以后 他也有讲到我觉得有几个听起来 我们也觉得蛮振奋 但是听完了以后也觉得 到底这个是有还没有 到最后其实留下的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那我们也知道想想 院长给我们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也不得不接受 譬如说他觉得他将来如果要千春的话 一定要比现在的状况好 不可能比现在的状况差 那如果不千春的话 也要把空气污染做好 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些部分 其实我们都觉得就说 院长当然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讲了是不是也有点跟白讲一样 那基本上我是不是先从那个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千春的意愿的部分 先请市长回应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做 另外多少比例才要千春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也谢谢陈议员 那对于大林浦千春的事 第一个 我会认为我们会很认真去处理 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请林浦千春来 就让他知道至少整个地理环境 他被包围 八百几棋的圆堂 这要让他祖宝有概念 他没有概念 他会觉得到底是怎么这么迫切的需要现存 这个是怎样 第一第二个我们现在马上就会进行 大概中央我们会要求给七千 我所了解 大概七千多万的预算 大概就是挨家挨户的普查 多少预算七百多还是七千 七千多的预算要先做普查 七百还是七千 七百我所了解不止 没关系 预算多少 这个都是中央必须致富 我说因为挨家挨富要普查 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真正了解 第三个部分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在跟大领埔千春普查的过程之中 那我们的条件是什么 所以那一天我想陈一言在现场 那你也听到我们的都发局理局长 我们是很具体提出 有一些千春的条件 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 当我们进行普查的时候 必须让大领埔的相亲 这些条件 他们是不是大家都接受 当然未来我们会成立整个工作小组 地方也会参与等等 既就我感觉我们这个部分 让人心肯有一个底 这一定都没万里 没万里我们这些选风 再过来大家来讨论 敲诚 所以说现在有人表达 那天在现场有人间接不牵穿 那当然少数人的意见 我们是尊重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大多数人 我们也不认为少数人就应该生活在长期 我们认为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所以多少比例我现在没有办法答复 但如果大多数人我们提出的条件 让大领埔的相亲 我們去開那個國化會 那我也碰到林前院長 那我會一直跟他說 我們在沒有前川以前 我們對於在地的空氣的瓶頸 我覺得環保署跟高雄市政府 我們都一起努力 就我們的大腦部 跟我們的整個紅皮頭 包括我們整個所有的現階段 高雄市空氣上 他說他絕對認同 他有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這個我們必須跟環保署再來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 我現在簡單就這樣答覆成言 就是說我們很願意今天來做 今天來做 這個部分 中央醫生 基地機關是什麼 再來就是說 我們未來大腦部 我們的前川的業務工作工作 市政府的工作 我們是實責副市長 負責都發相關環保單位 市政府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內部 已經有一個討論 我們要跟中央很具體 再來跟議會報告 市長我再請教一下 你認為那個現在88%其實已經蠻高的了 對 我們如果還要再做普查 超過9095以上 那個強度到了嗎 我想就是說 我們的條件 我們現在是電話是普查而已 這是一個 我們是用電話民調 那將來要做普查 我們是有抽樣 這個抽樣 你現在是普查 是挨家挨戶 我說過 你要把政府 到底你要簽川 是 你簽川的條件是什麼 我考慮 所以你到時候會把這些條件也一併講 對不對 對 市長 我看你還是沒有辦法講出說 多少比例 才是真正要簽 因為現在我們 現在 88% 你都還不確定 我感覺 88% 像我個人來說已經很高 是 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到時候我現在也不可以說 啊 少數人的意見我都沒有中心 少數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很具體的條件 來稅逢他說 這個地方 其實就不適合那麼多 是不是應該用這樣 這個我覺得 我們應該再努力 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普查結果之後 我們再來做判定 就對了 是不是 包括我們提出來的這些條件 包括我們如果千春普查之中 有人說我是要集體千川 有人說我自己就能自己買 等等 這些我們都會很具體的在調查出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我們都知道 當時在報告的時候 這是杜巴局的局長所做的報告裡頭 大林浦千春方案的試選一 那試選一其實裡頭的內容 大概跟以前所知道的方式都差不多 但是呢裡面寫到譬如說 配售土地 其實市長那天有聽到了 或是說配售安置住宅 這種所謂的配售這種字眼 我覺得市政府可能要考慮一下 因為你知道大林浦的土地 目前的狀況 它的地價的這個狀況 跟外面的這個 外面的這個 土地的這個一坪的價格 的確落差非常的大 如果大家是用什麼樣的一個配售方式 其實到時候會有很多的爭議在 所以這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們也要請說市長 到時候你剛剛也有提了嗎 把它加進去我們的民調裡面 到時候在這個普查 普查的資料裡頭一頭去顯現出來 讓大家民眾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樣子可能會增加 他們在選擇上面的更了解狀況 而進而了解就是說 他們所選擇的東西是什麼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我們也有提到說 林全院長提的這個空污的部分 我很怕不具體啊 市長剛剛你講說有具體方案 但是還要再討論 所以呢 我也很期待就是說 具體方案是什麼 到時候要跟我們所有的朋友說 尤其是大老婆的 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不論是大林浦要不要簽村 這邊的污染一直都在 那大林浦如果不簽村 這邊的居民其實也應該要還他們 一個環境的正義 所以呢 怎麼樣去改善空污的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現在才開始 是有史以來到現在 都一直在進行的事情 但是都一直做不好 那如果說要比現在好 就有人笑著說 毒火就是把中油中 全都撐出來啊 這樣空氣就好了 那當然我們覺得這是不可能 所以今天才會淪落到 就是說居民必須要走的地步 那所以呢 對這些居民來講 如果真的到時候不簽村了 但是呢 環保也不是那個時候 然後才開始做 環保就是即刻就是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林泉院長 當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也許他當時也不太了解 就是說到底 這邊的背景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我想那天來了以後 他可能也可以深深的感受 光是從那條路進來 從大約 從那邊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 中林路一路上面 兩邊都是所有的工業區 他就了解到就是說 居民所生活的環境是什麼 那所以呢 再來我要提到有一個就是 我們最近都一直在講說 健康風險評估一定要做 那那天市長也有在這個會上 也有講就是說 應該要做這一方面的這個評估 那如果市長有印象 在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 我就在議會裡面提出了一個方案 是有關於十年兩億的計畫 就是要針對我們的空污基金 然後進行十年的計畫 來做健康風險評估 以及流行病血的研究 那當時呢 獲得了市長的承諾之後 在民國一百年做了一次 做了一次以後 第二年的預算就編不出來了 那第二年的預算編不出來以後 又隔了一年呢 就用了找了零零碎碎的一些錢來做 那這就是高雄市面對於大領埔的 所有的健康的管理上面 所做的動作就是這樣 所以市長 你那幾個會記得 就知道說 健康風險評估跟流行病血 如果真正的從一百年做的話 我們也做五年啊 十年馬上就要出來 但是你知道那一年 光是只有做一年 我們看到的數據是什麼嗎 就是小港區的居民 血液代曜性濃度是全國的最高 然後肝臟跟肝內膽管癌症的死亡 比例是全國的兩倍 另外就是在血壓心電圖 腎功能肺功能肝功能 還有成人的股膽固醇 還有最重要的兒童腎功能 異常狀況非常嚴重 這是當時的數據 所顯示出來異常的部分 我唸給你聽 所以呢只有一年的數據 其實我們已經看出了 其實已經有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呢大家就做不下去了 那我也覺得非常的遺憾 就是說如果今天不用林泉院長來 只要我們做了五年 中央要不要給我們簽存 中央勢必要簽 說不定我們都比賣療還要可怕 但是從來沒有人去討論它 這就是我所說的 我也希望就是說在這邊市長 你那天也有談的就是說 空污基金要用在正確的地方 用在應該用的地方 所以我再來就要要求市長 是不是能夠重啟我們的健康風險評估 跟流行病血的研究 是不是請市長回應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 那我想有關於健康風險評估 這個部分很專業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會請環保局衛生局 應該你們共同協議 有一些有效力的方法 如果經費的部分 那我們的空污基金 或者我們專案向中央爭取 因為院長已經說過 有沒有青春 我們都應該努力去改善 大腦部空氣這個污染的問題 這個部分跟健康風險評估 這個部分當然有關 所以我會這個部分會請環保局 環保局跟衛生局 這種專業上有效力的方法 你們可以公開去徵求 那我覺得經費的部分 我們像中央專案 那或者我們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的空污基金也應該 我們可以爭取空污委員的支持 是 這個部分 那我會覺得 我會認為來長期 對於整個大腦部 我會相信健康風險評估 長期的觀測 我認為這是有價值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這樣做 感謝市長的肯定 我們也期待這次真正的 能夠繼續的做下來 對市民來講 對所有大領埔的居民來講 這個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個訊息 我也希望市長今天的承諾 能夠持續下來 那這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就是 當然我們那天 所有的這些民眾聽完了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部分 真的 感覺上 到也是這麼久沒有一個結果 所以其實最重要 我就說 任何事都要有一個開頭 要真的要開始 一定要有一個開頭的東西 那這個目前看起來呢 之前我們都說 意願那一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要去確認 所以呢 連議院的調查 就是我們剛才說那個普查 我們剛才說 可能應該是700幾萬 如果說要做普查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700多萬的數據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市長你敢不敢說 在年代之前 讓我們所有的這個 的大領埔的居民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 要啟動這個計劃 有沒有可能 在年底之前 就來啟動這個計劃 或是說 我們明年初 你給一個確定的答案 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就是說 市政府至少在普查的這一塊 在什麼時候就要開始了 我是不是請市長回應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大概 我現在第一個 我會要求都市發展局 對於大領埔千村 我們有可能幾個的模式 跟我們的可能的條件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千村的意願 就是你要讓大領埔的鄉親說 你拿出來這種的千村的條件 一定要比我現階段更好 不然我哪就要千村 就是說他這個條件 我感覺 我們會跟中央西地機關 中央這個部分 互相趕快密集來討論 第二個部分陳議員有提到 就說現在大領埔的鄉親 因為環境有這麼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地區和現階段 過去我們紅毛港千村 那些土地的地區 差不多不可以比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有公平的評估 還要說我現在大領埔 現階段地區多少 我現在要去千村的地方 這樣是不是一個不公平的比較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做一個中央行政機關跟地方 做一個政府 我們這個應該要公道 這個部分我們會處理 市長年底可以開始進行普查嗎 我們是 我會認為過完年 過完年 過完年這個部分 如果能夠更快 那我會覺得 作為一個普查 普查我們必須公開徵求 要有某種程度的專業 他也是要沒有程度的訓練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要跟他們說 要跟他們討論千村的問題 讓我們的態度 是說明的人也是要經過訓練 我們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很快 然後我們現在提出的千村的條件 那我希望我們的都發局 還有高雄市政府 千村的工作小組 應該趕快跟中央這個部分 還有土地 說我們如果是要集體千村 我們要在一個什麼地方 比較熟悉 比較熟悉 這個更多 頂頂我想 我都希望 他們這個部分 至少在整個議院的調查上 我希望 這個年底以後 過完年這個部分 能夠趕快來啟動 過完年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計畫 陸續的來進行 這個現金都年初 新的年都年初 我們希望 謝謝市長 那當然 我們一直都認為 我就說花媽有可能去當行政院院長 就你們全議長如果到時候 我就在這邊 重新再來拜託市長 這件事情大領埠的千村 跟你的這個一定是息息相關 不論你是在做市長還是你要去當行政院長 這件事都對你來說 我覺得這是高雄市民給你的一個委託 拜託你一定 不論是在市長的位置上 或在院長的位置上 都一定要努力的來做這件事 那另外呢再來 我還要再講一件的是有關於 我們前陣 第一公有臨時市場 我要在這裡說的就是因為 我要讓市長了解整個過程 很多人也不知道這個過程到底是怎樣 我也是研究很久的 跟進發局透過的資料 所以也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的資料的研究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 我的看法稍稍跟進發局有所不同 所以也在這邊報告給市長 也讓進發局做個參考 那為什麼我講說它是一個轉型的正義 市長聽我報告就會知道了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就是說 前陣第一公有市長在民國三十八年的時候開始去的 他那時候建的時候是誰建 叫做陳田涵是前陣區的區長 那時候他把高雄市政府申請 申請土地上面 他自己出資來興建 並約定興建完成後 捐贈建物給市政府 換取公有市場營建使用權利 三十九年的四月六號市場蓋好以後 因為建物跟設計不符 然後驗收沒有通過 那這個地方呢我去查 民國三十八年的時候 他叫做漢地 就是說當初那個地是漢地 所以呢他跟高雄市政府申請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高雄市政府的土地所有權 我不是太了解 因為他是農地嘛 那另外呢 在這個地方的確高雄市政府是殞落他 他在上面蓋了這個建築物 之後捐給了高雄市政府 他就可以擁有市場的經營權利 因為當時的沒有私有的市場 只有公有市場 私有市場是不能夠存在的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底下呢 上面的這些房子誰買走了 就是當時在西甲市場 很多就是從民國三十八年跟著 蔣公一起來 我們台灣的這一些 就是老伯伯們 他們當時呢 因為來了沒事做 就在那個地方 就做起生意來了 然後買了土 買了這個房子之後 直接上面是當住家 下面是當這個我們的這個菜市場 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時候 土地所有權地上屋的所有權 還有地上屋的使用權 三種的權利 我在這邊就說 土地的所有權 事實上當時是誰的 現在其實我看不太出來 是誰的 那地上屋的所有權 看起來是買的人的嘛 是當時的這些 攤商他們所買的 地上屋的使用權 當時是說好 只要是送給了高雄市政府 那地上屋的使用權 就是他們的 他們就可以在那裡做生意就對了 大概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看過來就是說 市政府當時呢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說 你跟原來的建築設計是不符的 所以就沒有發給他們建造 那所以呢在這個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 欸我在這個地方 本來買了以後 他告訴我說 可以轉為公有市場 可以經營 結果就沒有了 到了這個時候 變成怎麼樣 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說沒有辦法變成合法經營 警察就隨時來取締 那時候沒有辦法的狀況底下呢 我們就看到了那個 金發局的這個資料上面就寫說 民眾就要求市政府接管 那接管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需要的時候 立即改建或隨時拆除 這是他的條件 但是呢我在這邊要講的是說 這些攤商呢 他雖然沒錯 是政府接管的 但是呢地上物是誰的 地上物當時還是 其實還是攤商的 所以呢他雖然是 如果說到時候真的 市政府要拆除的時候 他還是得賠攤商 這一些建築物的錢啊 是不是 所以呢市政府以公權力來取定 逼這些攤商要接受 其實這就是當時所謂的 不正義的部分 我們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當時的狀況 以當時的年代 的確有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如果以現在的年代來看 根本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當時呢 他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不合法的建築物 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就要讓我接管 一朵或一貫啊嘛 那接管的狀況底下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呢到這個時間點 到這個時間點來講 其實地上物還是他們的啊 那我讓你接管 我還是擁有的是 我的使用權的部分 還是可以繼續啊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到了民國五十幾年 因為房子很老舊了 要修 那沒有辦法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被市府接管 要修 那要怎麼辦 就只好就說 告訴市政府說 你敢不可以讓我修一下 那他又要求說 市政府讓他修 那市政府就跟他講 就說 好那將來呢 不論怎麼樣 你們就先寫切切結 那告市府寫切切結的內容是什麼 說將來市府收回市場土地的時候呢 即時拆讓絕不拖延 這也可以喔 因為大家為了生存嘛 那是不是還是得要接受這樣子 不平等的對待 所以呢 當時呢 市府用行政權再次的去破 逼迫這些攤商去就範 所以呢 攤商呢 只好去簽切結書 有 攤商有簽 沒錯 那所以攤商呢 並沒有放棄所有權 還有使用權嘛 他切結了之後是說 我也是答應你說 他如果這個土地要用的時候 我也是讓你聽 還是這個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階段點 其實他的所有權跟使用權 還是並沒有丟掉嘛 那同時他也一直都在這個地方做生意 那我在這邊要講的 民國四十四年的五月十九號 我們才做我們的高雄市的都市計畫 那高雄市都市計畫 那時候的中華路 就剛才躺過那裡 那當時 剛開始不是耶 剛開始是漢地 那變成中華路躺過那裡 五十幾年的時候 因為市政府知道將來這個地方要開路了嘛 對不對 狀況是這樣啊 那但是呢 對民眾來講 他的地上物的權利 跟他的這個地上物的使用 就是說在那邊做生意的權益 我們應該要保障他 但是在民國六十四年的時候 政府還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什麼事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看到了就是 所有的政府說 叫他們要把地上物捐給市政府 所以民國六十四年 統一捐給市政府 那有些人拖到六十八年才捐 我這邊有一些文件 沒有顯現出來 是屬於他們私人的物品 六十四年的時候 有一些捐贈的文件 還有呢 他們前面有很多繳房屋稅的證據 還有呢 後面呢 在六十八年 有些人拖到六十八年才捐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房子 為什麼要管給市政府 有些人不願意嘛 拖了好幾年才捐 結果拖了好幾年呢 市政府跟他收清潔費 四十六個月的清潔費 五千多塊 民國六十幾年五千幾塊 很多錢的吧 是不是 那所以呢 這些民眾就是這樣長期被市政府壓迫 那這個東西呢 是歷史的一個過錯 延續到了這個事後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人接受了這麼多不平等的待遇 到現在 然後到最後還六十四年的時候 還被市政府說 你要把土地捐給我 為什麼要請他一定要捐 六十八年還繼續的 跟那些沒有捐的人講說 你一定要捐 那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可能在接下來就要開路了啊 如果沒有這些地上物的這個捐贈的部分 將來怎麼開路呢 是不是 所以眼看著市政府跟民眾之間 大家彼此的關係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當時的民眾其實受到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不公平 不正義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呢 到了87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也是吳敦義在當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我看到的資料 我看到的就是 當時的吳敦義市長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金發局也寫了一篇內容 那些內容裡頭 我覺得在文字的修飾上面 其實有 去毀謗到這些攤商的意味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文字上面 你們回去修改一下 那主要就是講到就是說 拆遷補償費有 三千兩百一十三萬 但是別忘了它是一百零四戶 一百零四戶 三千兩百一十三萬 然後依照戶數的大小不同 我知道平均一戶 大概在三十萬上下 那如果它是賠房子的錢 民國87年了 不會儲的錢 可憐也不太可憐吧 然後拆遷補償費有七百二十八萬 就是一戶七萬的意思 然後到時候呢 又在那個國宅基地上面 花了兩千四百五十七萬 蓋臨時市場 然後所以呢 總共87年的時候 花費的有一億兩千兩百六十四萬的公帑 然後金發局說 不符合公平正義 因為這是要全民買單的 所以它覺得這個不符合公平正義 然後呢 當時呢 有承諾就說 六年內呢 必須要新建新的市場 然後把這個臨時市場拆掉 讓他們進去新的市場 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當時87年的時候 政府給的承諾應該有三條 第一個就是救濟金 第二是搬遣獎勵金 第三就是臨時市場進駐營生 第四是臨時市場的 攤戶的那個 戶費全免 第五是新建市場 新建新的市場 公企進駐 那如果以現在目前整體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政府有一些工作還沒做完 因為現在政府要這個市場 退廠的機制的原因是說 這裡呢 沒有生意了 附近呢 都是好市多啦 IKEA啦 什麼之類的 很多的這個賣場 然後呢 每次賣場一堆呢 那種傳統賣場 就沒生意裡面 攤位又是很美幾攤 如果87年 再加六年 因為當時承諾六年內要蓋完嘛 六年內蓋完的話 那些商場都還沒蓋 當時所有的美食商場 全部都還沒進來 那所以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迫使他們現在沒有生意 其實我們自己也要深自檢討 那所以對這些居民來講 他們自己會覺得就是說 從爸爸 祖父 那個年代到現在 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他們都看在眼裡 所以會讓他們覺得極為不公平 如果說現在所謂的轉型正義 讓很多人覺得應該要做 那也就表示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歷史的洪流裡面 告訴我們 其實以前有很多的政策 是在高壓的統治的狀況底下 有很多人是不服氣的 雖然那個年代 也許有很多人也認為 那個時候不得不這樣做 但是呢 如果以現在的年代來看 我們的確是有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說我們都不能夠用同理心 去了解當時的人的心情的話 那我們所謂的轉型正義是談空的嗎 是不是 所以呢在這個階段點 我就很想要了解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告訴他 新的市場蓋完了以後 你們簽過去 所以當時有一句話 就是讓居民非常的動心的 就是講的就是先見後拆 你一定要先蓋了新的市場 才後面才拆舊的市場 所以呢 這個地方我看到是拿出了一個公告的招標 這個是金發局在11月1號 已經正式的在對外就是拆除的這個招標案 已經公告出去了 我聽說好像已經也順利的找到廠商了 所以呢 你都不會說好事 你都不會了解中間的情形 大家每次都要跟你們講 然後你們講一套 民眾講一套 從來沒有交集的狀況底下 我讀了大量的資料 找出的結果 我覺得應該是值得大家做參考 我也認為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點 的確這件事情是不能這樣處理的 把歷史的過往翻出來看的時候 的確有非常多的不公平跟不正義的地方 11月14號開標嘛 是不是 是不是也順利得標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是不是要請問市長 這個案子我們現在怎麼做 真的要去猜他了嗎 真的要去猜他了嗎 對這些民眾來講極其的不公平 即便他是沒有做市場的價值了 我們都應該要尊重他當時所擁有的權利 不是說現在這樣叫他走就走 市長我是不是請你回應一下 你了解這件事情的原有嗎 市長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有關於整個前鎮公有市場 第一市場這個部分 我想整個金花局 整個一個歷史的過程 我想金花局當然 承辦單位比我更清楚 不過在大的方向上 那我們當然就會認為說 這個部分我希望金花局 第一他一定要依法行政 公務人員如果沒有法律的基礎 我也不能夠拿人民的納稅錢 扛人民之凱 就是說合理 公平合理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說如果金花局在依法行政的部分 這個中間如果我們現有的住 現階段的攤商 他們有認為有哪些他們 努力要再爭取溝通 那我也會建立 我們的金花局 這個部分是大家要交通 我覺得 下期發展到一個交測 當然一定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人有比較委屈 或是說有人在這個部分 他感覺我沒有被看見 那或者我的權利沒有受到保障 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站在我們政府的立場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 我不敢說我們不是行 我們是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盡可能 在這個部分給予更多的寬容 更多來處理 就是彌補這樣的原則 我是同意的 是 所以說我的看法 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是期待 但是你如果提出那個條件 讓附和 我覺得 我也可以做好人 當然你說 這個過多錢 但是這個我也做不下去 是 公文好修行 是 我相信這個如果說 是一個太離譜的條件 大家也都沒有辦法去做 但是如果 合理的狀況底下 我會請市長要支持 我會建議 我會支持 說這個部分 就說我們盡量 要給三次的發展 那這個部分 如果少數人 在這個過程之中 只要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 那在我能夠承擔的部分 我會覺得我都願意支持 難免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不可能 大家都可以做得很明白 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說過 我會認為 在這樣的原則 我支持 那如果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局 在這個部分 能夠依照這個原則 讓大家 全都不願意 不過大家覺得這樣 為了三次的發展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我希望雙方各讓一步 是 謝謝市長 我很高興 聽到市長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那我也期待 就是經發局這邊 能夠再跟經民 再重新再來談談看 大家溝通一下 那針對這樣的事情 我也會把我研究的整個資料 也會送給經發局跟市長 來做參考 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提的當然 嗯 這個部分我今天 暫時先不提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個案子 但是我在這邊 市長應該也有聽到 我有提到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說 不論涉及到這個旋轉門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部分 的確就是 呃 所有的這個局處首長 都應該要在 上任跟卸任的時候 都要注意到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 所以一般的民眾的觀感 也會比較好 好不好 那另外呢 當然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有很多的災民 現在還在 呃 尤其是國賠的部分 有一些已經判定了 他的確 呃 高雄市政府的 呃 這個第一個國賠的案例 已經判出來 就是不准再上訴 上訴之後 就二審之後 就不可以再上訴了 那也確認了 高雄市政府的整體的 這個責任關係 那所以呢 其他的案子呢 到現在還在上訴當中 那也有我看到的電視上面 有一則媒體顯示出 有一個民眾 就是在這個 國賠的案件當中 他也正在被 高雄市政府 上訴的一個案子 他的家裡面是 斷圓殘壁 沒有熱水可以用 生活非常的困苦 然後但是他沒有辦法 去修繕房子 因為到現在 在一審所判定 高雄市政府 必須要國賠的錢 到目前還沒賠給他 我在這邊是不是可以 要求市長 十四案的國賠案 是不是可以不要再上訴了 是不是請市長應該 目前所有的這個 已經在上訴的案子 是不是撤掉 讓這些民眾 可以即刻的得到 國賠的補助 那市長 這個部分 其實對民眾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遠比你認定就是說 高雄市政府 對不對的這件事 事實上更有意義 是不是請市長回應一下 請市長回答 發生 謝謝 發生不幸的石化爆炸案 責任的歸屬 高雄市政府的立場 一向很清楚 從來不逃避責任 不過整個事件的發生 在國賠的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他判定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這個我們也接受 不過沒有釐清事實的真相 包括中油的責任 李長榮等等相關造成氣候 市長如果說 你要進一步的去釐清這個部分 我倒覺得 你可以再另外開啟一個官司 是不是 你們去釐清責任 但是呢 對於這個部分 其實對於 針對國賠案件 他只是單純的去 只是單純的去處理這個事情 法官也沒有 不可能給你判說 哪一家公司的責任是多少 不可能會這樣判的 有啦 這個部分 所以市長 這個部分 如果你針對這個部分要去 你要重啟另外一個 你應該針對現在國賠的部分 讓人更快 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這不就是一直你在說的嗎 是不是 沒有啦 不是 我是認為高雄市政府 該承擔的責任 那有想 如果有我們應有的承擔的比例 這個當然政府應該要承擔 我的立場 我剛剛已經說明 不過如果在這個地方沒有呈現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訴訟 我們並不是要傷害這些 所有原來已經受苦的這些人 我們只是透過這樣的程序 把整個事實的釐清 希望法官能夠看見 在國家賠償的部分 有哪些應有的責任這樣的釐清 所以我想我們政府的同仁是 所以市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上述並不會撤就對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會跟我們的法制單位 我想我們會再討論 那我希望在這個部分能不能 一方面不傷害到我們的這些所有的市民 一方面有沒有可能怎麼樣子來讓責任的釐清 責任的分攤 比例公平的比例原則等等這個部分 那我想對我們高雄市政府來講 一樣都是很重要 市長你請坐 你可能沒有看到那一則新聞 那個人真的他就是 目前整個家都沒辦法修山 他是睡客廳的 房屋漏水 各方面狀況都很糟 他等著這筆錢要修 但是沒有 但是目前還在等 那所以這也才不過幾天前的新聞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如果 就我所知市長所講的其實都是苦民所苦 那我也很期待就是說 市長真的能夠為他們做一點事 那真正如果要釐清責任 其實你們可以另外再去處理 那對於這些國賠的案件 我還是拜託市長把案子測了吧 那在這邊我最後剩下幾分鐘 我要講的就是高雄市的垃圾的問題 我覺得債務跟垃圾是 我在這個地方這幾年來 我覺得特別的敏感的部分 也是我覺得非常的 覺得高雄市政府做的比較不好的部分 債務真的是也累積太多了 垃圾也累積太多了 這兩個太多真的讓我們高雄市民 是負擔無比的大 我也不希望呢 市長呢在這一任任期結束之後呢 在高雄市的歷史定位 變成是債務跟垃圾 留下最多的市長 那我在這邊就要提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數據 高雄市一年要焚燒到的是 143萬噸的垃圾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新北市的人口比我們多出了 120萬的人口數 但是呢它的垃圾焚燒量 卻比我們少了50萬公噸 50萬公噸是什麼概念啊 就是台南市一年的垃圾焚燒量 50萬公噸 這樣就知道這個比例是多少 我們是台北市的兩倍啊 江湖近是兩倍啊 我們的垃圾燒得這麼多 市長你有感覺嗎 我們白第一 真的是很要命 高雄市的市民何其無辜 為什麼要接受各縣市來的垃圾這麼多 待燒垃圾每年都高達 四分之一以上啊 沒在桌子是越來越多啊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也覺得很遺憾啊 我們從這張櫥可以看到 一般的垃圾啊 加護垃圾的部分 我們燒的有哪幾個縣市 大家看到就知道 常常我們在說的 澎湖 金門 屏東 台東 南投 雲林 彰化 台中 很多啦 那這些都是有我們有代燒的部分 那一般事業費其實有就越多啊 我們不要說多少館市 我們說不少館市就好 這樣比較快 就是有花蓮 宜蘭啊 基隆 台南 就沒有了 除了這幾個四個縣市我們不燒 其他我們都燒啊 就是這麼多全台的這個 應該說高雄市是所謂的垃圾集中地了啦 是不是 垃圾都在這裡燒比較多啊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 南區分化爐是怎樣 到處都在排 有時候告訴我說議員沒有排了 結果我又過沒多久 又聽到人家講說還是在排啊 那排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說 這些是影響我們身體健康很大的 你就常常在想說 你燒一頓的成本要多少 你怎麼沒有想說 燒一頓我們的壽命減少多少 我們可能在二十年三十年後反映出來 也沒有人會幫我們負擔這個成本啊 這個社會不是市長都一直說 都讓我們那個高雄的空氣有一點很嚴重的 我們要改善 我們要改善 在一邊說改善的同時 一邊就是不斷的燒垃圾 那這些垃圾一直收進來燒的狀況底下 就是造成了我們高雄市 天天最近每天都是看到都是霧茫茫的一片啊 是不是 那這些本來不該是我們負責任的地方 我們也在燒 我們有所謂的這個聯防區域 我們早就越了聯防區域很多 你也跟環保局說一下 不是跟我們負責任的我們不要燒嘛 是不是 不是我們該燒的不要再燒了 真的 高雄市就是太善良 現在台北市也不過燒了2.2公噸 這送禮喔 不是萬喔沒有萬喔 2.2公噸的垃圾而已 就好 那個台北市的這個 那個民意代表麵得炒頭去 是不是 所以呢高雄市燒多少啊 都是用萬字來起跳的耶 是不是 這些除了就說那些問題外 我們還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爐子其實酸度很高 因為常常在燒這些不該燒的垃圾 所以爐子壞掉啊 這些壞掉成本誰吸收高雄市啊 折舊 維修成本沒有辦法反映出來 垃圾車高雄市家的本搜車都要等五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結果本來可以跑三趟變成跑一趟 一天就結束了 那個成本有多高 人力成本 車子的成本有多高就好了 我們燒了以後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底渣跟飛灰啊 就是爐子出的底渣 五公噸會產生一公噸的底渣 飛灰呢 十公噸的垃圾燒出來 會產生一公噸的飛灰 這些東西的怎麼 這處理起來都很貴耶 到處現在垃圾都沒有地方放了 到處人家都要找地方掩埋啦 然後什麼回收再利用什麼 有些東西真的沒有辦法回收再利用 專家都知道啦 那我們也不用講太多 這裡的問題是什麼 高雄市呢 其實有三個 三個也埋場 三個也埋場總共可以 也埋的量是一百九十萬立方公尺 但是呢 我們現在很快 其實已經 也埋掉三分之二 現在只剩下六十三萬立方公尺 那這些呢 大概以數量來算 五年後就埋完了 又埋完了 那高雄市呢 大量的收人家的垃圾啊 那這麼多垃圾的狀況 底下產生的飛灰 飛出來飛灰 跟下面的底渣 這一些高污染的東西都在高雄市耶 今年剛想到 今年開始想到啦 就是說 外線市如果送垃圾來 要把這些底渣運回去 今年才開始想 以前燒多久了 都沒在想 都等在高雄市 這些成本真的很高啊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怎麼辦才好 市長我三個問題啊 優先處理高雄市本市的垃圾 這個我們也會專業評估啦 好嗎 那我也覺得 我們會用最高的環保標準 好嗎 這個 我們會用最高的環保標準 第一個好嗎 那個你要不要讓我回答 那我們會努力啦 這個垃圾的問題當然是 我們的環保單位等等 大家跟市民一起努力 減少垃圾這個 那現階段我只是讓陳議員了解 就是高雄市目前金門和平安 這兩個理路 以外所有的高雄市政府要求 第一個 以價值量 第二個我們抵渣也一定要回首 所以現階段包括台東 包括其他的縣市現階段 我們說如果你抵渣不回首 那對不起我們就不燒 這個部分他們 這個抵渣也是循環 你可以在未來在工程上可以使用 這個部分我們要求他們要處理 目前金門和平安 我也是要求他們在這裡 這個部分一樣的關鍵 當然高雄市 我們是一個重工業的城市 當然有些我們這個部分 空氣的汙染跟北的縣市 當然有一些我們高雄市比較嚴重 那先天的命令的宿命上 這個我們會努力來改善 但是有關於垃圾這個部分 我還是說過高雄市政府會非常努力 一架之亮 那對任何抵渣的部分 每一個縣市 我們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希望他們把抵渣回送 他們自行來處理 那我會覺得說 當時高雄市所有的魂化爐 是由中央補助 在這個部分給高雄市新建魂化爐 那現階段我們會對所有的魂化爐 會用最高的環保的標準 我們會來要求 我大概簡單答覆陳議員 謝謝 謝謝 謝謝陳議員 陳議員有個很嚴肅的課題 我跟你討論一下 也要跟所有的高雄市民報告 關於災民去申請國賠的事情 如果國賠定驗了以後 那麼那個災民他的所受的損害 已經獲得滿足 依目前的法律制度跟規定 這個災民無法再向李長榮請求損害賠償 這樣子就是讓李長榮不必負責任何 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也不用付出任何的代價 我必須把現在的法律 法律制度跟規定 向您說明一下 謝謝上會 休息 休息五分鐘 好